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由新政府主办中正国小承办的 2020华联县梦想起飞 第七届青少年发明展赴赛及颁奖典礼 11号是在中正国小的活动中心举席 国中国小有16组参加赴赛 今年有不少作品结合了生活时事 例如是防疫防灾 节能省水 健康照护 还有老人关怀等等 让评审惊喜感动 由华联政府主办华联市中正国小承办的 2020华联县梦想起飞第七届青少年发明展 10月14日办理初赛 共有52件作品参赛 11月11日国中主及郭小组分别有16组参与赴赛 发明展的竞赛主题从日常生活事物中发想 发挥创意成为发明的题材 6项竞赛主题包含灾害应变 运动娱乐 农粮技术 绿能科技 安全健康 社会照顾 在去年我们的成绩在选拔赛 国内的台湾国内的选拔赛 其实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那时候去年应该有六金四银七桶 六金四银七桶九个家座 在全国的选拔赛里面 然后在代表台湾去参加这个国际赛 那今年这会也看到 那才约时间很短 但是看到孩子在启动他的八名创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有结合到我们地方的需求 创意还是战魂比较重要的 因为小孩子有梦想就让他去逐梦踏实 所以他们会找到方法 找到工具 找到材料 来把他的想法实践 所以第二个重点当然就是他们把作品实践出来的那个可行性跟实用性 我想这两个是主要的重点 那我们看到今年的作品相当的有深度 然后理想性也很高 小朋友们发挥探究的精神 然后关怀生活中的议题 从这当中去找到问题去做问题的解决 我想对于周边的家人环境 还有乃至于时代性的议题 我想他们都关切得到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这一次有很多的作品非常有特色 例如说包括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一些防疫的问题 或者是健康的管理 那当然也有一些跟花莲在地特色有关的 例如说一些跟农作生活比较有关的一些斗粒 或者是育苗等等 这些作品都很贴合大家的一些生活周遭 我想解决生活周遭的问题是我们发明的最重要的精神 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的寻找身边不方便的地方 然后加以改良发明 每件作品都需完成实体制作 并将制作过程拍摄剪辑成两分钟影片 由评审就创意美观作动市场环保整体传达及作品影片完整 等面向及参赛学生群打表现进行评选 今年作品结合防疫议题 生活安全以及与日常相关上市上课打瞌睡等 评审也建议得奖同学继续延伸修改 并从使用者角度去检视自己的作品 放下爱迪生的精神不断敬意求精 接着讲帮业环林士报导